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华盛顿消息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资料库统计 自1999年可伦拜高中枪击事件发生以来 超过31万1千名学童 曾在上课期间遭遇某种形式的枪支暴力 资料显示 过去20年 331所学校有超过31万1千名学童 被卷入有人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中 当中至少有185名学童 教师和其他旁观者丧生 另有369人受伤 华盛在德州尤瓦尔迪镇 洛伯小学24日当天发生枪击案后 更新资料库数据 这起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2人临难 其中包括19名学童 两名成年人外加犯案的枪手 这是美国今年第27起 也是自2012年康乃迪克州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以来 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校园枪击事件 据报道 过去20年 全美校园枪击案数量不断上升 去年发生这类事件的次数 比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 统计还显示 在可以确定枪支来源的情况下 有85%的枪手是从自家或亲友手中取得武器的 大约每10名凶贤就有7人未满18岁 尤瓦尔迪消息 德州一所小学24日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 民主党政治人物欧洛克昨天平起共和党籍 德州州长埃波特这起惨剧 要算在你头上 德州尤瓦尔迪洛伯小学24日发生枪击案 枪手是当地18岁少年拉莫斯 他持枪攻击校园 造成19名孩童和2名成人死亡 他后来中枪毙命 目前犯案动机还不清楚 在埃波特州长昨天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时 欧洛克走向讲台指责 你作为州长什么也没做 你什么也没给我们 欧洛克还批评说 你说这起事件无法预料 当你选择无所作为时 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 这要算在你的头上 休斯顿消息 德州州长阿博特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披露了德州小学校园枪击案的新细节 阿博特称说 袭击发生大约15分钟前 枪手曾在脸书上发帖 公布了自己要在小学校园内开枪的计划 据报道 枪手第一次发帖大约在袭击发生30分钟前 他写道 我正要对我祖母开枪 几分钟后 他发布第二篇帖子 证实自己已经这么做了 我开枪打了我的祖母 而在袭击发生前大约15分钟的最后一篇帖子中 枪手则直接宣布 我正要去一所小学开枪 报道说 官员们表示 枪手在脸书上没有具体说明 是袭击哪所学校 根据德州警方消息 枪手的祖母被飞机送往 德州第二大城市圣安东尼奥 情况危急 纽约消息 据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推特公司表示 同意支付1.5亿美元 以解决他们面临的不当使用用户数据的指控 据报道 推特面临的指控包括 在2013年5月至2019年9月间 歪曲安全和隐私条款 指控认为 推特在收集用户的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后 利用这些信息帮助广告直达目标客户 然后推特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告知用户 除了支付1.5亿美元之外 推特还被要求加强落实相关条款